中国乡镇综合竞争力报告2018发布 中国百强乡镇名单接 报告显示 2018年中国乡镇综合竞争力百强中东部地区占据98席 江苏、广东、浙江百强乡镇数量较多 前十强中苏州占据7个席次 报告同时还公布了中国中部乡镇综合竞争力百强 中国西部乡镇综合竞争力50强名单 江苏、昆山市玉山镇、东台市东台镇 广东、佛山市南海区市山镇、东莞市市牌镇 浙江、珠济市丰桥镇、安极县天荒坪镇 福建、晋江市陈代镇、湖北大野市林乡镇 湖南、刘阳市永安镇、贵州仁淮市茅台镇等70个乡镇 入选全国乡镇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 中国信息协会信用专业委员会是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 专门从事信用管理、信用标准、信用服务、信用平台和社会治理研究 服务和引领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助力中国社会治理转型和经济发展 社会主席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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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